第一位是鳳曉月 他的父親是英國人 母親是台灣人 第二位是徐瑋寧 他的父親是義大利的美國人 義大利的美國人 義大利的美國人 大家好 我是整型外科羅國全醫師 今天我們來幫大家分析一下 到底混血兒的眼睛 跟我們一般人的眼睛 有哪些不同的特徵 我們為大家準備了六個明星的照片 讓大家猜猜看他們是哪裡的混血兒 第一位是鳳曉月 他的父親是英國人 他的母親是台灣人 第二位是徐瑋寧 他的父親是義大利的美國人 義大利美國人 義大利美國人 母親是台灣人 下一位 畢書記 大家猜一下 他的父親是中華民國的華僑 他的母親是韓國人 再下一位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崑林 猜猜看囉 他的父親是澳洲人 他的母親是台灣 韓國的混血兒 所以他混了三個國家 再來看我那個年代最紅的金城武 大家看看他是哪個混血兒 他的父親是日本的沖繩人 他的母親是台灣人 最後我們看一下梁姓是哪邊的混血兒呢 他的父親是俄羅斯一的美國人 他的母親是我們台灣人 以上是這六位混血兒明星的介紹 不知道大家猜對了嗎 我們來簡單解釋一下 為什麼混血兒的臉 總是讓人家希望多看一點的感覺 基本上他們有比較深邃的輪廓 比如說眉領骨會比較高 鼻子會比較高 那再仔細分析一下他們眼睛 第一個 他們雙眼皮會稍微比較寬一點 而且眼睛炯炯有神 你在仔細看的時候 他們的睫毛是往上翹的 那最後他們在眼睛的內側 沒有我們一般人常看得到的猛骨折 那基於雙這幾個理由 我們就會覺得他的眼睛 比我們大也比我們好看 我們來幫大家分析一下 為什麼歐美人的雙眼皮 看起來就是比較深邃 那亞洲人的雙眼皮 看起來就是有一層東西 鋪蓋在眼皮上面的感覺 那我們用解剖圖來 跟大家分析一下 這個解剖圖就是把眼皮正中間 切了一半 從側面去看他的角度 那歐美人他的雙眼皮非常的薄 中間沒有任何的脂肪延伸下來 那亞洲人看起來為什麼會泡泡的感覺呢 主要就是因為有一層 脂肪卡在眼皮跟眼睛肌肉的中間 所以看起來就是比較厚 如果把歐美人的眼皮比例成三明治 他們就是很單純的 就是一層吐絲 一層肉 一層吐絲就結束了 那我們亞洲人的眼皮 就是跟他們不一樣 主要就是因為我們在吐絲跟肉中間 開夾雜這一片厚厚的脂肪在那邊 所以呢 我們看起來眼皮就是會比較拋 比較有一層東西覆蓋在上面的感覺 另外我們要提到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可以觀察到歐美人的眼睛的內側 是一個非常空曠的感覺 亞洲人的眼皮內側都會有多了一塊脂皮 這個脂皮叫蒙骨折 有的人比較嚴重 有的人比較輕微 那嚴重的人甚至會看起來像動機眼 那這個東西會造成你眼睛比較短 看起來就是沒有那麼深邃的感覺 如果你希望製造出一個混血額的眼睛 就必須要把這個脂皮處理掉 就是我們一般常講的看眼頭手術 總結一下以上所講的內容 如果想要接受有關混血額雙眼皮的手術 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我們會加強體眼肌的手術 那這個手術就是希望讓你的眼珠子 黑眼珠遮蓋的地方不要遮開太多 看起來就會比較有神 第二個你如果有泡泡眼的問題 你勢必要去除一些過於多餘的脂肪 讓眼睛看起來比較省水 第三個 如果有蒙骨折 如果你因為想製造出一個歐美型的雙眼皮 你勢必要做一個開眼頭的手術 蒙骨折是一個最大的部分 你必須要把它處理掉 你才能讓雙眼皮整個眼神會比較順暢 以上是有關做混血額雙眼皮的重點 如何知道自己適不適合做一個混血額的大眼睛 其實不是一面的把眼睛做大 就一定是好看 如果你天生的眼睛比較短 那你的眉毛跟眼睛的距離也比較短 那這時候做一個大的雙眼皮 其實不適合一定好看 那如果你的眼睛比較長 雖然你有泡泡眼 你有蒙骨折 或是你有眼睛無省的問題 這些都是可以藉由手術來改善的 最後我還是要強調 想要調整自己的雙眼皮 最好還是來診所 實際模擬 跟醫生好好的討論 才能創造出最適合你的眼睛 這是俄羅斯的華一 俄羅斯衣 美國人 你可以自己剪掉嗎 起庫 他們也會 好難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大家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發夢